我们也要求他说假日不要再 可是现在可能假日要再 听到十月新荣焚化厂要停一炉整改 住在杨梅区垃圾厂淡黄区附近的居民又开始担心 桃园其他区垃圾因为无法适当处理又要堆置在这里 造成空气恶臭以及环境污染 并且向一元陈琴 希望环保局在停炉整改期间可以做好规划 不要让垃圾无处去又堆在这里 他现在已经开始长胖长高越来越多了 可是停炉以后那不是变成垃圾变成更多 之前还没停炉就已经够多了而且恶臭 他也没办法说及时把他苍蝇这些脏东西 影响到旁边居住的品质 他没办法彻底的改善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出一个具体方案 不然造成我们这些居民 我们所有的居民大家也都是很恐慌 平正还是新屋的垃圾还是一样持续进来 那你停炉不是造成这些周遭居民更恐慌 垃圾更大更高 美其民说是转运站 其实它是比掩埋场更糟糕 所以我希望有关当局能够可以 看有什么具体的方式 可以尽快地处理这些垃圾 对此桃园市议员周玉琴强调 除了加强转运之外 整改期间淡黄区周遭居民 遭受到噪音跟垃圾转运的影响 环保局应该给予适当回馈 那我们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原本垃圾厂 我们原本里的里民 周边的里民就很紧张 本来就是一个站置的一个厂 站置站置了就十几年垃圾 从来没有运走过 那我希望说 我们这个深垃圾再进来 一定要当周就给运走 我想回馈金再提升一下 我们也愿意说 牺牲周六周日休假日 也准许我们市政府把这个深垃圾 每周来的垃圾都能够清运走 不要垃圾越堆越多 桃园市环保局表示 考量新荣焚化厂已经运转22年 设备需要进行大幅修缮 预计从今年10月到明年6月进行整改 主要针对炉床以及空屋仿制设备 进行更新加强 旗舰垃圾将由深职能中心 以及垃圾区域处理合作 互会分担处理量呢 不会影响垃圾的处理量 那从今年的10月到明年的6月 新荣焚化厂想进行整改 那整改期间的话 我们的垃圾就必须去做 调度到其他县制做处理 那调度期间的话 就会转运到各领域厂做站制 那站制期间的话 势必会造成掩埋厂垃圾量会增加 那增加期间的话 其实也请各位民众不要恐慌 那站制期间的话 我们会请在地的清洁队员 被加强去做消毒跟除冲 以避免影响到当地的环境卫生 桃园市环保局强调 目前会让各区夜间垃圾车 有适当的倾倒去处 隔日再透过转运方式 精准调度往桃园或合作县市处理 而针对回馈的部分 环保局正在研议 期望新荣明年整改结束后 可以更有效率的处理垃圾 记得来唯一桃园报道 谢谢大家